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激动 一名中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过去七年来 建设者们为亚万高铁付出了太多的汗水和心血 终于在今天看到了满意的答卷 对此 英国政客新闻网吐槽甚至是批评西方 一边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满满恶意 一边又在基建领域停滞不前的表现 这篇发自印尼巴厘岛G20峰会现场的报道称 此次峰会 美国和欧盟再度炒作起他们 耗资六千亿美元的基建计划 试图以此反击和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西方这样的论调已经弹唱了很多次 可现实却是 中国的基建计划搞得风生水起 而西方却一事无成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鲜少有人愿意投靠西方 报道援引多名智库学者指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极具优势且发展迅速 美欧却执着于纸上空谈 缺乏实质性的项目实施 目前看来 西方的基建计划 无法与中国一带一路的规模和范围相匹配 也不足以和中国相抗衡 事实上 就在此次G20峰会期间 当美欧领导人还在最新于自己口中 所提出的6000亿美元基建计划时 基建狂魔中国与东道国印尼合作建设的 亚万高铁也进行了试验运行 并取得圆满成功 这再次展现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所具备的雄厚实力 11月15至16日 G20领导人第17次峰会 于印尼巴黎岛正式召开 印尼政府方面透露 备受瞩目的亚万高铁 将于G20峰会期间测试运行 铁路高速综合检测列车的试运行也将开展 据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消息 一列由中国铁路公司研发制造的 高速铁路综合检测列车 对亚万高铁德卡卢尔站至4号 两场间线路进行了全面检测 该检测列车由中国铁路 应用中国成熟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 综合检测技术 结合印尼当地运行环境 采用中国标准设计制造 最高检测时速385公里 试验运行结果表明 该区段工程各项指标参数表现良好 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为亚万高铁后续工程建设和开通运营 奠定坚实基础 亚万高铁预计将于2023年6月30日通车 并同时开通运营 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注意到 此次G20峰会期间 美欧方面不断在宣传 他们耗资庞大的基建项目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在相关会议上 就提到了此前损化的一张野心勃勃的基建大饼 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脾气哀哀 会议上 冯德莱恩这样承诺 我们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价值观驱动 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报道指出 这一切听起来都如此熟悉 因为这些内容此前也提到过 PGI这一概念诞生于2021年 在英国举行的G7峰会上 并于今年6月在德国举行的G7峰会上正式启动 这一计划目标指在 2027年前发展中国家提供6000亿美元基建资金 其中美国自己承担2000亿美元 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则要筹集3000亿欧元 除此之外 拜登政府还曾公布过一项规模更大的 重建更美好世界伙伴关系 计划动员足足400多万亿美元 办到现在只兑现了600万美元 其国内同名立法提案也在国会受挫 政客新闻网评论到 西方很善于发起和秘密于一带一路相抗衡的计划 但最大的问题是 它是否能在实际行动中真正挑战中国 多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很快就通过钢铁和混泥土加以兑换 而西方虽一直想要建设自己的基建品牌 但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回应却依旧含糊不清 法国巴尼智库机构战略研究基金会的 中国问题学者就批评道 西方未能提出具体的基建项目 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住信誉 我们就必须少说些废话 开始实施具体项目 包括在印太地区和为该地区服务的项目上 政客新闻网直接点出了 西方在基建方面所遇到的困境 对于拜登和冯德莱恩而言 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 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表现出 想同西方一起对抗一带一路的强烈意愿 在G20峰会期间的基建会议上 同拜登和冯德莱恩同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除了印度总理莫迪之外 只有印尼总统佐料 但需要注意的是 佐料的身份是今年将临峰会的东道主 2014年 佐料就任印尼总统后 将首访的目的地安排在了中国 当年11月 佐料在出席APEC峰会间隙 乘坐了金金城际高铁 高速安全舒适的中国高铁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当即决定印尼要修建自己的高铁 而如今 中印尼合作建设的亚万高铁试验运行 已经取得圆满成功 作为中高铁走出国门的第一单 亚万高铁无论对印尼还是中国都意义非凡 对中国而言 亚万高铁对于中国高铁走向世界 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它对于扩大中国高铁的国际影响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印尼而言 亚万高铁最直接的作用就是 极大改善亚加达的交通拥堵和优化成绩交通 这一项目令人感到兴奋 不但是因为解决了当地交通落后的困局 其中全要素中国制造 也展现了中国大陆的基建实力 它表示中印尼早在正和下西洋时期 就已经开展贸易 如今又在铁路基础建设上完成重要合作 相比之下 美国总统是用意识形态做事 中国大陆为许多国家的基建提供资金和融资 更大范围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已涵盖全球贸易的35% 该地区以后 可用不受制美元波动本币结算 并建立起更大的基建互联 数字互联 科技互联和金融互联大板块 这样的板块正是美国最为担心的 作为政客新闻网的欧洲版 报道自然着重关注了欧盟在基建方面的表现 并直言欧盟处于不利地位 报道称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竞争优势和先犯优势 中国可以利用国有企业加大及全球战略的投入 而这是西方无法做到的 一段时间以来 美欧确实有过一些计划 但细节往往模糊不清 时间战线拉得很长 并不足以和中国相抗衡 美国华盛顿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莫菲认为 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追赶中国 但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范围相匹配 是不现实的 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吉雷蒂则称 对中国一带一路做出有利反击 肯定符合西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但西方已经失误很多次了 他说 西方很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 因为西方在发展与更具战略意义的方式之间存在矛盾 我们一直在向那些只想做生意的国家提出一揽子援助计划 同时他们又不迎合我们的战略利益和商业利益 事实上 包括修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成为中国助力其他国家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上世纪70年代 中国援助非洲修建了坦赞铁路 为非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成为中非友谊的一座封碑 连接中国昆明与老无万象 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 去年底全线开通激发了沿线发展活力 示范带动效应已初步显现 据中铁集团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1月7日 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 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180万吨 货值突破120亿元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电站 马拉维议会大厦 塔吉克斯坦国家的图书馆 甚至是即将开赛的卡塔尔世界杯 主场馆卢塞尔体育场 中国众多海外基建项目 有效拉动了产业链上下游 各环节的发展 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欢迎和接受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 中国秉持的合作共赢理念 与各国的发展需要高度契衡 中国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 谋求自身发展 要以自身发展更好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可以预见 亚万高铁将在展现中国建造生命力的同时 为印尼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助推力 也将向世界彰显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 为推动全球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贡献中国力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